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则杀无赦 流头不流发 流发不流头的替发令 激起了汉民 尤其是江南地区汉民的激烈反抗 他们自发组织起来 武装反抗清朝的替发令 但与上次颁布替发令 遭到抵抗后选择妥协不同的事 这一次 兴廷选择了武力镇压 并一手制造数次血腥 堪比扬州十日的浮城惨案 历经嘉定三徒 江阴八十一日等血腥镇压行动 清朝的变发作为一种强制制度 被固定下来 到了近代 当船舰炮利的西方殖民者 扣开大门之时 清朝男人头上的那条辫子 也成为了西方人耻笑的对象 那些具有先进思想的清朝留学生 选择了反抗 这其中既有将辫子盘起来 被称为富士山的留学生 更有直接剪掉辫子的无辫仔 变发成为了留学生口中 落后的标志 而剪发则具有了某种先进的意味 就像清末明初 剃发与否是详清还是富明的标志一样 清末剪变与否 也成了人们是否拥护革命的一种表现 1911年 武昌起义的成功 点燃了全国各地的革命火种 随之而来的简便风潮 也蔓延至全国 迫于形势 清政府最终在1911年12月7日 下令准许官民自由剪发 一时间 理发师竟成为了最为忙碌的职业 尽管满清的遗老遗少们 还在保留发辫作为自己最为鲜明的政治身份 张勋和他的辫子军 也曾让那些保有复辟幻想的遗老遗少们 谈官相庆 但时代的潮流不可阻挡 换穿有清一朝的变法制度 最终随着清朝的覆灭 而圣中正寝 这位长得像吴正宇的小哥 每天除了帮这帮清朝人 打理难搞的辫子 居然还要提供一条龙服务 关注微信公众号 左右视频回复一条龙 为您展示史上最好玩 搞笑的清朝珍惜印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